近载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起古载 我是黄培硕 那么大盘 这个地方建一个低点之后 连续拉了三天 这三天也拉了500点 那我说目前的结构 其实是比较有利多方的 因为它整个这个地方建一个低点 这9月22号建一个低点之后 连续拉三天 上礼拜三 然后建一个低点以后 礼拜二 礼拜三 然后建一个低点三天 这三天 这个地方 等不过这个地方 现在目前你看西元坡卖动 其实它的推升是算漂亮的 推升它一接一接地往上推 有那个推升的卖动 有那个推升的卖动 只是说这种推升的结构 你也不必过度去追高 因为它还是会拉回 会拉回 各股也一样 各股也一样 会拉回 可是这一波的拉回 接下来你要注意这几天 如果这礼拜明后天 或大后天 这几天 有一个拉回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它的买点 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买点 因为这个结构 因为这个结构 因为这个结构已经它一个ABC 针对这一段推动完结束 做一个ABC整理 那这个西坡它也推了三段落下来 它不会走五段 因为这整个上海重叠了 有效重叠 有效重叠 所以它大概西坡也不会走五段 那不会走五段 它自然就三段了 好 那你既然这三段的话 这个西坡就结束 ABC结束 结束以后 你接下来这个方向 有机会这个推动 是针对这个卖动 推完一个整理完继续推 好 那我们一直在追踪这一段 等会这一段 你看它日线的部分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呢 我们一直在追踪它的架构 是很有机会 是第五大坡的一个出生段 是第五大坡的一个出生段 好 那你第五大坡的出生段 结束了 对不对 好 做一个ABC 这个ABC 其实这个整理回来也很漂亮 其实整理的幅度 大概0.6左右 还没到0.6以8 这个其实拉回幅度也相当漂亮 如果从这地方开始起工 针对这一段一个推生的一个 第五大坡里面的出生段 然后ABC回来第二大段 那接下来往上走的话 如果是一个第五大坡的一个主生段 五至三坡的话 哇 那个怎么样 不容小叙 那个机会是要掌握 那这个第五大坡一推出去 一旦成功的话 大概现在已经 已经9月27号了 现在就10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因为它的推动的过程当中 总是会推一段拉回一段 推一段拉回一段 整个第五大坡在今年底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卖动 也就是说今年的最后一坡的多头 老师啊 这个多头那明年没有了 不是 因为这第五大坡一段推出去成功之后 你接下来第五大坡一旦告一个段落结束 它要面临一个大幅度的拉回修正整理 可是整理不是说一路就下来 它就来来回回整理 很大型的一个什么区间政党ABC坡 那很明显的一个结构 那个明年的事情 明年的事情 那现在年底这三个月 好好来操作这个第五大坡 老师好好来操作这个第五大坡 老师你不要看这最近的盘 感觉很闷 量也有点比较没那么大 没有像之前哇这之前那么大的量 量也比较缩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反而 老师 反而其实这个地方 我认为要打起精神来 注意不管是大盘也好 很多个股的那个拉回的那个买点 因为很多个股其实 它后面那个云洞真的很强劲 那跟着这一波这样一路拉回修正 这个修正是大幅度的修正 是这个地方 从49这个一个大ABC 这个大ABC 当然这个西波很多个股修正的比较多 反正它就是一个整理形态 那这个整理形态的话 很多个股是拉回来很深 那黏在那个地方了 停住了 停住以后怎么样量就开始缩了 也不跌了 也不跌了 可是它不涨 目前还没涨 所以你要掌握那个机会 你不要等它又开始启动了 那个又要追高了 那又要追高 当然追高还是有钱赚 只是说那个点位的话就差很多 现阶段它很多拉回来 大概就在那个临界价区 大概就停在那个地方了 应该我们预告它第一点其实已经到了 就是说什么时候表态 什么时候表态 很多个股是长那个样子的结构 那些当然你要把握了 因为这个第五大波一出去的话 当然那些应该会有所表现 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这几天 尤其是这个礼拜 尤其是这个礼拜 你利用这个部分 这个ABC这个修正结束 这个细微波迈动 我们现在都在讲这一段 其他都不讲 我讲的这第五大波是从这里 这是去年3月19号 这个8523上海 第一大波第二大波 第三大波也结束 ABC的波都结束了 这个都结束了都不管它了 这个ABC结束以后 接下来从这个地方8月20 8月20就这里 这里8月20开始 有时候启动第五大波 那当然这是五之一吧 甚至是五之一波里面的一个出生段 反正它是某一个 急速的一个出生段就没错了 出生段那你出生段以后 它这个ABC拉回也很漂亮 从这地方开始 有没有一个小组生段 针对这一段 一二三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地方 那当然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推出来 你看这细微波 我们一段一段来拆解开来 你这细微波这几天嘛 这几天长这样嘛 这几天这几天长这样 这是小时线 这几天长这样 它是一个这个推生的结构 其实还算漂亮 那个结构满扎实的 你要去看出来 那个整个那个 每一个脉动 它每一个脉动 那个它的形态 都会有它的特性 有它的特性 目前我们看 这个是有一个推动的 一个形态的一个特性 有一个推动形态的一个特性 那当然这个你推一推 因为今天它拉回 其实这个是某一个脉动 暂时搞一个段落的一个讯息 所以它要等低点 都会它会拉回 它会拉 你不要过度去追高 那整个盘式结构 整个大方向你拟定之后呢 接下那你就是要去怎么样 按机率来操作 特别按机率来操作 当然我们再跟你谈追踪 都是从续维坡 我们看起货续维坡卖动 这是820 我说这个低点 这个16145 这个低点 我说12345坡 第5坡没扩原 这个就最低点了 那这820在哪里 特别这820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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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是16248 起货是16145 就是这个点 我说它有机会开始启动 当然那个点是某一个段落 告一个结束 就是大的ABC坡 有没有结束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16145 隔天就确认了 它确实就见低点 因为这第5坡不会扩原了 开始一路往上推 一路往上推 那当然推的过程 我们都一路在做多 这个多 其实这多单很好 赚那每一笔都两三百点 两三百点落袋 那到底暂时一个关键 这个短空 对不对 你这短空17479 隔天也266 也是都200多点下 下以后你还是要做多 因为这一段没走完 对不对 285多288多 然后上来又是180点落袋 又是200落袋 落袋以后上去 到916还是一个关键 916这一点是17596 我说这个这个卖动结束 这个卖动结束 那当然这当下的第5小坡那么短 这个我们当下是配合大盘来判断 当下是配合大盘来判断 就是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一点点有没有 它这是 里面有 反正是这个卖动结束 果不起来你只能结束了 它结束它是不是做一个ABC整理 如果你要去避开像这种整理 你看它一整理就是两三个礼拜 你不要买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可以昏倒了 对不对 那整个结构 细维会不会卖动 你要厘清 这结束结束你不要做多了 反而我们在那天我们回去空谈 17550 547就下来下来 下来 对不对 然后这过程有些短单好不管 下来这个结构就结束它开始修正 修正到完整完整 它这暂时修正又往上 对不对 往上我们都会再做多 这些结构都还在整理形态里面 这一笔都将近两百点 怎么这都一笔一笔一笔而已 然后到这里这一段结束又下来 下来是不是一个ABC 那一天9月22号见地点 16751 这地方我说它三段 当然在当下比较难判别 就是说它只跌 因为细坡有时候会走三段 有时候五段 那个在一个调整形态里面 反正它整个就是一个ABC坡 现在已经确认这个细坡 它只会走三段 它不会走五段 所以这个ABC 这个针对日段整理 ABC其实很有机会 它就整理结束了 结束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搭配大盘来 就在这个地方 9月22号 那完以后你看 连续拉三天 那当然这个慢慢的 那个雏形慢慢出来 而且我说它细微波卖动 那个推动是算漂亮的 你看这1657 16751见地点以后 它只有三段开始推上来 推上来它这个结构 一接一接往上 今天也是 这到上礼拜五 今天就过高 可是它今天这个过高 有拉回来 又等于这个幅度 它大概这个 我们告诉我们 它这个某一个脉动 它是占高的 它需要整理 它需要小幅度的整理 那就是符合我们跟你讲的 你这个不用过度去追高 然后趁它小幅度的整理怎么样 再来布局 趁它小幅度的整理再来布局 大盘也是这样子 个股也是这个样子 我讲它大盘是棋子 你超到棋子也是这样 你不要过路去追高出去 它这个应该要先整理一下 可是这种一接一接的整理 当然它会有一个小平盘 会有一个小平台 加一个平台 大概结构还算清晰的 那可是我说现在接下来 这个脉动的整理很重要 这个脉动的整理是要决定 就是整个第五大坡的 五十三坡是不是正式启动 那我们一直看这个细微波脉动 确实是相当的一个 推动的一个结构 是算漂亮的 其实是有利多头的 是有利多头的 今天我们也是跟会员讲说 其实这个地方 你不要看那个盘很闷 反而反而要打起精神来 只需去在这个地方去调股票 那你要勇敢买进 要勇敢买进 可是要不要去追高 不用过去追高 它会拉回 它会拉回 可是这个拉回的话 像我们这样规划 这几天的拉回 很有机会就是最后一波的拉回 很有机会就是最后一波的拉回 包括很多个股 都是这个样子的结构 那么你看最不会涨的 这个三四八一的群创 也止跌开始在往上冲 三四八一的群创 这个是之前最烂的 最弱势的一档股票 不要说烂 今天收在最高点 有大涨了六七% 有没有 这一档股票三四八一的群创 现阶段 特别你很多个股 你不要再过度去追高了 你反而要找一些低档出发的 特别有低档出发的 那之前有跟你谈到很多 低档出发的个股 一档一档呢 你挑它的点位来布局 那个切入那个timing 其实我们就锁定住这些个股 锁定住这些 好 等下再来谈个股的部分 所以这个结构还算清晰 那我说这个清晰要干嘛 等于是这个礼拜 我上一个礼拜就预告了 我说这礼拜其实选择权 十月份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有机会布局的 是有机会布局的 可是那个七五的timing 不要 像你今天又去追高它不行 今天大盘闷住停在这个地方 他只要一停那个买权降了就会很快 权利金就会降了很快 有没有 好你就可以减便宜 不用过度去急躁 我自然会发call信给你 我一直还在观察当中 好一直在找那个最好的一个 时机最好的timing 带你们进场 就选择前这个超级任务 这个超级任务 那这有一套资金控管的计划 这个很重要 最重要是这个东西 资金控管计划 你要按照这个资金控管计划来操作 好 那就是像这 我说这九月份的买 这我们只能做短线嘛 短线短线先把一倍赚 这一倍赚起来 你又有很多本的 又可以再做下次的嘛 对不对 这一倍多好 不管 我说你要这一次 有没有这种比较高的倍数 12.8倍 18.5倍 这种类似这种 甚至21倍这种 十月份的这个是有机会的 他说十月份这个有机会 当然这个有机会 我们当然是事先评估 未必有机会 可是你至少那个点位你切进去 有时候就没有那么高倍数 因为行情有时候走走走 有时候他顿了一下 可是至少怎么样 至少还是怎么样 获胜的嘛 对不对 至少还是获胜 所以你那点位切得漂亮就好了 好 怎么那个点位切 就是一切进去 大概他马上要启动 因为这买权 卖权 选择权都是最多是一个月 可是你再切 像我们现在如果要买十月 有没有一个月 根本没有嘛 因为已经也过了几天了嘛 对不对 十月份开始 这交易已经过了几天 所以不可能说 刚刚好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绝对不可能 顶多三个礼拜就很多了 甚至两个多礼拜 所以你看像这种都要能够这样 精准命中 这都还在时间内也还要完成 所以这种精准度要很够 像你这种十月三十买这种二十八 怕五九五 你不要看这几天好像都不动 这二十八这边已经两百多点 这已经十倍了 这一点点 这到这里了 你看它好像没动 那行情很大 那行情很大 你看起来K棒好像短短的 你不要看这K棒好像短短 这二十八这边已经两百多了 所以那切的点真的是漂亮 你自己看大盘就知道 那个大盘的十月三十的切点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一天 这一天是十一月二号礼拜一 前一天就十月三十礼拜五 我们就是在礼拜二买的 这边有将近四个月 我们没有动作 因为你怎么买都没有用 这个一买下去你看隔天开始启动 一路涨了这一段两千点 这一段两千点这一段两千点 所以那个timing很重要 那这一段就五千多点 一二十四八点这边 一七七零九 这就是四月二十九 有没有 那我说这一段也结束 再整理很久 我说接下来第五大坡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在操作 你这种才有那种高的倍数 那种七二点真的是漂亮到几点 有没有 那你像这种还有九倍多 九倍多这个 这个是 这已经三月二十九了 已经大盘涨到一万六了 一万二我们做到一万六 做到一万六我们还是怎么样 还是往上买一万七的买权 同时已经做到一万六 我们还是往上买一万七的买权 还是怎么样 大获全胜 还是大获全胜 九月三十九在这里 这边已经一万二涨到一万六 一万六在这个地方 这里三十九 还是往上买 这边还有一千七百点 一样大中小结束 这一段先赚起来 有没有 这一段还可以赚九倍多 完了之后才四二十九 才大幅度落回了 两千五百点 上去三千点 这五月十七 我说这今年的第一个转折在这里 第二个转折在这里 新冬抗盘之后 这都跟你讲 我说西坡落底处 下降骑行 你大展拳脚 这第一个转折 第二个转折在这里 四月十九 我说这全部要避开 大中小结束 第三个转折 这边两个理由要全力做多 五月十七号 第一个大幅度反弹 第二个另一个 第五大波推动 那现在证明当然是大幅度反弹 那不管嘛 还是这一段 所以这个大A 大B 大C 那这整个都结束了 现在第五大波 开始有没有机会从这个地方启动 那我说这个地方启动 以后这个上去以后 这个ABC 这个西坡 这种是小西坡 小西坡的落底处 也是另外一次 你大展拳脚的机会 我说那种自身的机会 不会一天到晚来 那一旦有来就要掌握 一旦有来就要掌握 那那个来是你决定的吗 不是 是盘在决定的嘛 那盘决定他怎么走怎么走 他走出来 我们看出来说有那个机会嘛 他也不会事先告诉你 这整个磐式结构呢 那就我们所学我们判断 这个结构将是有这个机会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是有这个机会的 他推一个出生段 拿ABC回来 拿一个主生段上来 所以我说整个结构 算清晰啊 而且这一段走出来 这是有大钱赚的 这是有大钱赚的 如果你有兴趣认同里面的 赶快跟上脚步来 整个选任的布局 应该就在这个礼拜 应该就在这个礼拜 机会难得 那种自身的机会一来你要掌握 一定要用心把握 那种自身的机会 认同里面也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这个跟你谈的东西都是有所本的 这进化包团战法 这还有搭配六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也欢迎你把它拿回家 先把它研读清楚 那想要再学更深入一点 更精通的 就来报名这个年度的技术班 把这东西学起来 那也欢迎你来电预约 特别欢迎你来电预约 那你要预约的速度要快 每年我办每年都报满 每年都没有位置做 你到最后都一定没有位置做 所以这个你要的话 有兴趣的就赶快怎么样 来电咨询 那么它个股的部分 那个股的部分当然之前我们 现阶段其实我们个股还很精简 还很精简 那在准备这一个卖动拉回来 很多个股它其实拉回来 那个点会漂亮 当然也是有时候做一些价差 不管就是这一个卖动下来 我们会认定就在这几天 那整个会全力来买进 那当然现阶段我们还是维持 都在做多没有问题 来3689的勇德 从830买到现在 我说祖生段3 那时候买完是41块多 41块左右 很快的涨到50 50几块 51块6涨停恭喜 到54块6 又拉回拉回 我们又买一次 在9月15号又买一次在呢 48.4 又涨到最高到547又过高 这又过高 这一天9月244 那是亮灯恭喜 我们看3689的勇德 你看这个结构 它现在整理时间 有点慢慢在拉长 那应该这是这一组卖动 它可能这个地方整理 可是这边一组然后这边整理 这边这一组再整理 整理完之后我认为这个高铁应该还不是高铁 应该还不是高铁 因为它整体来看是从很底部 这两年几乎都没有在长这两股票 那现阶段开始几乎等于是从底部慢慢整个再推升上来 一个多头结构才刚从底部刚上来而已 才刚上来而已 你不要看这短线就长很多 其实你给它看长线几乎没有长到 几乎没有长到 那是很明朗 你说这一个继续整理那没有关系 你这边这个结构都应该还是在运行当中 整个多头结构应该是还在运行当中 好 这是3689的勇德 4919的新唐5月17号 这边那天58买最高到90出一次以后 拉回6月8号754又买 买757 这买得漂亮 最高到159.5 这个结构这一段就走完 走完它整理 有没有 这一段走完 那之前这边买一次 这边又买一次上去 整理过程就做短线 可是它还没走完 有没有 还没走完 所以拉回我们还是占买方 有没有 133买最高到17 又出一趟又拉回 拉回我们还是占买方 有没有 占买方以后 它又上去170 而上到175还是出 出了以后拉回 变长这样 那这一段就走完 怎么知道175这一段 从57.2这一段走完 这个就开始做了 有没有 这边12345破 这一段走完 那这一段是3 那这边12然后3结束 它现在做一个这个 整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 那肯定比较久一点点有没有关系 那你拉回 怎么这个拉回来 4919的新唐 我讲的这一段结束是 这边12345破结束 前面有一段 然后这边主生断结束 它现在第四破在整理 这时间可能会拉长 可是这整理第一个拉回来 第一个拉回来 小A波回来 你要去注意它的落点 这个175拉回来 小A波拉回来落点在119 这边17512345破 有没有 这个有机会是暂时落的 它就往上走 有没有 我们这一波其实最低的新唐是买在就在这一天 9月15号的这一天 大概120左右 120左右 大概120左右 上礼拜有暂停 136.5 今天又在创高 138 亮灯恭喜 今天到138.5 4919的新唐 那现在目前的结构来 我们说它就算还没要攻 第五大波还没要攻没关系 你这边主生断走完 它这个一个A波拉下来 你看它破底 你又破底又要杀低了 不对哦 然后破平台不是 因为它就是一个A 你这边的话 应该还至少有一个反弹B 如果它持续震荡整理的话 那是第四大波嘛 所以你要搞清楚 在这个一拉回来这个 你还是这个低点落底的地方 你还是要怎么样 站站买方 这个上去的话 可能就可以调节 没有问题 这是1919 等它整理完改天 改天应该还 那个目前的高点 应该还不是高点 可是那个时间要拉长 那个时间还要拉长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4919的新唐 好 那新相关这也是做从底部的 头部老师从底部在那边 它现在目前也是还在底部在那边混 就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头部你看它一季 一季都可以装到四块钱以上 那股价的话 这种是基欧股 150块 那种都相对都低估了 头部老师相对都低估了 那只是说 我说它很多大概底部已经出现 这是还没有表态 什么时候表态 那当然这个大盘第五大波出印 那这些个股肯定要表态 肯定要表态 好 在等 有没有 它在你说它已经跌无可跌了 目前的结构 这边有一个一二十四五波 大概落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跟你讲的 这细微波脉动 是这个地方就结束 有没有 最后一个脉动拉 跌下来结束 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三五三线金香光 好 三五五六荷瑞尔也是 这一段推完一二 然后这三也结束 这个A然后B C 这个地方也大概有机会 也是多 因为这个 单季都已经成长到两块钱以上 一PS 单季有两块钱以上 那你说股价七字头 当然也是怎么样 拉回来幅度也是 差不多够了 这个地方都是等于是 很久的机会 从底部慢慢怎么样 开始酝酿往上走 这些都是我刚刚跟你谈的说 它很多把它拉回来 可是它后面影音动能持续还在 而且是大幅在成长的 这些个股 你要注意在这个大盘的第五大波里面 这些个股应该很有机会怎么样 比较强势的表态 那你要利用现阶段 它还没起涨呢 开始怎么样 慢慢来布局 慢慢来布局 三五六的合了一样 那这西窗也是 这个说得到这个地方来都差不多 有没有 那这九元也是 这些个股 那这个是比较投机这一档 中华化是一些 我说这种结构你拉回 这个要先占买方 因为这个卖东应该很有机会没结束 今天又再创高了 三个九元 没有创高 就是说它拉回来的一个高点 就要涨了8% 都拉到32.9 这是1727 现在的选顾要更谨慎小心 要更谨慎小心 经贸报团战法 这有搭配6篇的教学DVD 如果你有兴趣的 也欢迎您赶快怎么样 来电咨询 那这个年度的技术班 也欢迎您来电预约 欢迎来电预约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 27810909 2781090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欢迎到节目现场 我说这个地方 它结构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明朗 任从里面的 你跟上脚步来 有大前转 这个地方有大前转 这个经济报道站 有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也欢迎你来电咨询 年度的技术班 也欢迎你来电运约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研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迎在 虎式的起跑点 知名车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 破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买鱼送吊干 虎式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谁说 旅行人无作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此故 02 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王碧胜医师 国内12岁以上 是高中职学生 可经济